两岸我们到底是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 这是第一个大定义问题 第二是台湾到底有没有人民觉醒的可能性 我最近比较乐观一点 因为我看到当北一女的欧老师 在抨击那个去中国化长期的这个民进党的作为 他就是灼伤你民族的根本文化的根源 但是从2005年我在立法部门服务的时候 在九五战行纲要的时候 就有很多大人物出来大声疾呼 当时我记得我开的第一个记者会有许卓云老师 有余光忠老师 有陈文倩 有台大的历史系的院长等等 大家都大声疾呼 但是这么多年来 这么多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 没有像今年一个很简单的北一女的国文老师 在一个完全不起眼的小小的记者会中间 讲的那一段五分钟的话 就像一把火砰 轩然大破 这给我一个对于台湾老百姓的信心 我觉得很多人 大陆也许很多话说 你们大家都不认中国 你们是看不到底下的那个愤怒 对于去中国化 对反中的那个愤怒 而且长期的硬要把一个日本皇民化的教育 加诸在我们孩子身上的这种愤怒 其实家长是有感的 人民是有感的 只是他们平常没有发声的管道 也没有可以让他集结力量的能力 就好像2006年的反贪腐运动 虽然施命德很重要 可是那不是一个施命德的运动 是老百姓的运动 人民受不了了 说你这个国家里一连无耻 对于阿扁政府的贪腐 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去想想看 若是我们还对所谓的选举的民主 有任何一丁点的信心的话 你要相信在一个台湾教育普及 媒体发杂的地方 就算有很多的杂音 可是有那些知好歹的人在分辨 而且这些东西会在一定程度上去集结起来 回到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心 我们不只是希望连爱和平 我们希望连爱永久和平 我们也希望台湾是在一个繁荣昌盛的情况之下 连爱永久和平 而不是个永久和平 但是台湾人民都过苦日子 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之下 倩姐你来看一下 感觉上好像很困难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障碍 但其实捷径就是在选举这个投票 它本身就是一个路径 只是这个路径指向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你怎么看 你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刚才县长讲的东西 如果我们再引申一下 两岸我们到底是内部矛盾 还是敌我矛盾 这是第一个大定义问题 第二是台湾到底有没有人民觉醒的可能性 我最近比较乐观一点 因为我看到当北一女的欧老师 在抨击那个去中国化长期的这个民进党的作为 它就是灼伤你民族的根本 文化的根源 但是从2005年我在立法部门服务的时候 在九五战刚战行刚要的时候 就有很多大人物出来大声疾呼 当时我记得我开的第一个记者会有许卓云老师 有余光忠老师 有陈文倩 有台大的历史系的院长等等 大家都大声疾呼 但是这么多年来 这么多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 没有像今年 一个很简单的北一女的国文老师 在一个完全不起眼的小小的记者会中间 讲的那一段五分钟的话 就像一把火 碰 轩然大破 这给我一个对于台湾老百姓的信心 我觉得很多人 大陆也许很多话说 你们大家都不认中国 你们是看不到底下的那个愤怒 对于去中国化 对反中的那个愤怒 而且长期的硬要把一个日本皇民化的教育 加诸在我们孩子身上的这种愤怒 其实家长是有感的 人民是有感的 只是他们平常没有发声的管道 也没有可以让他集结力量的能力 就好像2006年的反贪腐运动 虽然施命德很重要 可是那不是一个施命德的运动 是老百姓的运动 人民受不了了 说你这个国家里一连无耻 对于阿扁政府的贪腐 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去想想看 若是我们还对所谓的选举的民主 有任何一丁点的信心的话 你要相信在一个台湾教育普及 媒体发杂的地方 就算有很多的杂音 可是有那些知好歹的人在分辨 而且这些东西会在一定程度上去集结起来 可是前提那个问题很重要 因为美国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 当美国的学者说 赖清德你选上了以后 你只要费台独党纲就可以 我觉得是给他们一个后门 让他可以逃脱 因为刚才特别讲了 陈水扁上任的时候 是告诉你四不一没有 你就要乖乖地把这事情讲来 到了2006年2月28号 陈水扁终止这个国统纲领的试用 停止国统会运作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的美国的AIT的人 到立法院来非常多次 他们说你们这个总统讲这话 是不是就不算是废除国统纲领 不算 他们的问题是这样 他们在焉耳盗铃的容许 陈水扁走这条道路 所以如果你容许我的话 我想把国统纲领的前言念一遍给大家听 中国的统一 你会觉得好像是北京写的 可是那是当时两岸的心情 是我们30年可以越走越近 去建立一个和平 在彼此互惠 慢慢互信的一个机制的一个基础 当然是2006年被陈水扁 真的实费费指的 他说中国的统一 在谋求国家的富强与民族长远的发展 也是海内外中国人共同的愿望 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 经过适当时期的坦诚交流合作协商 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识 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 基此认识 特制定本纲领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我们不论讲九二共识也好 讲后来两岸的交往 包含了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慢慢后来三通直行 这一切的东西它是有前提的 它是我们大家是一家人的这个前提 是刚才县长特别讲的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要把内部矛盾 变成敌我矛盾的话 那台湾就要准备去承受 那个敌我矛盾的那个大棒 甚至它的巨大的一个冲击 那对于台湾的老百姓 他们或许不会想到 他今天的选票有这么大的重要性 可是他知道他的孩子 在什么教育制度长大 他的孩子将来的竞争力在哪里 还有没有未来前途 更何况我们现在是在一个 上升的亚洲的时代 台湾是在这整个上升亚洲的 这个大局面之外 只有我们跟中文道德连结在一起 我们才可能在包含RCEP 和刚才他们讲的CPTPP 这些这种大亚洲的这个结构里面 我们才会有参与有份 也才会在民族的复兴上面 有参与有份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未经许可,不得然 四十分之�ef 小吟 大扇 小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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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扇 小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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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